吉翼吉克又翻车 交付三天及遭55车主联名维权 多花1万元还货不顿 10月25日 吉翼旗下高端电动车品牌吉克再乘行业焦点 据一张网传长途 供55位自称吉克001车主的人士发布联合声明 称吉克001存在误导消费的行为 据悉 上述55位晒出订单尾号后4位的吉克001车主 近日发现车辆的EC天目实际效果与官方宣传不相符 该配置需要在基础车架上额外支付1万元选装 与此同时 用户还发现由威锐电动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电机 其峰值扭矩相比日本电产汽车马达有限公司 生产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